上门龙絮,第2922章,给你上一课。 很快,狱警便将叶晨带到了他被分配的八号牢房门口。 原本,里面的犯人正嘻嘻哈哈乱作一团,狱警隔着门喊了一声,所有的犯人便都老老实实地在牢房中央列队站好。 门口等候的两名狱警,在隔着铁栏杆核对好人数之后,才用对讲机通知同事,将栅栏门打开。 随后两人先进去检查一番,确认没有问题之后,才对后面带着叶晨的狱警受益。 那狱警便推了叶晨一把,见叶晨带进了牢房。 一进牢房,叶晨就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,体臭,脚臭,混合着被褥的臭味,再加上厕所的味道,令人作呕。 叶晨刚进去,便忍不住皱紧眉头,不过里面的犯人倒是一点也不在意里面污浊的气味。 其中一个浑身肌肉,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嘛,见叶晨一脸厌恶,甚至还忍不住笑着调侃。 哇哦,我们的亚洲美人,似乎对我们这里的卫生条件不太满意。 周围一帮人顿时轰然大笑,其中一个身材消瘦的黑人,猥琐地笑道, 老大,这人看着细皮嫩肉的,应该对你的胃口。 鸡肉男哈哈笑道,我会让他尽快适应我的体臭,还有我的小老爹。 众人更是哄笑出声,叶晨皱眉看了那鸡肉男一眼,一万种折磨他的办法,瞬间在脑海中闪过。 而那鸡肉男见叶晨看向他,还故意朝着叶晨挑了挑眉,一脸的猥琐与细血。 此时,为首的玉锦开口介绍叶晨道,这个是你们的新室友,以后就睡十六号床。 说吧,他又看向那鸡肉男,提醒道,迪恩,你最好还是收敛一点,上次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。 你已经惹出好几次这样的麻烦了。 狗屎?那鸡肉男撇嘴道,我不过就是搞了那小子几次,本来是带给他快乐的,可他自己想不开非要自杀,这还能怪到我头上吗? 就是,有犯人笑着附和道,老大宠幸他,那是他的福气,有什么好想不开的? 说着,他黑黑一笑,问那玉锦,长官,那小子死了吗? 这个还好,还没死,目前仍在抢救。 玉锦黑着脸道,不过,他能不能活下来,目前还不清楚,所以你们最近不要再给我惹事了。 说着,他看了叶晨一眼,对那个叫迪恩的鸡肉男道,有些事情,不是不可以做,只是还要把握一下尺度,不要再给我们惹麻烦。 鸡肉男黑黑笑道,放心放心,我会把握好尺度的。 玉锦点点头,随后也没再搭理叶晨,带着另外两名玉锦,转身便走了出去。 随后,栅栏门自动关闭,原本还在列队的十几人,瞬间也都松散了下来。 那个名叫迪恩的鸡肉男看着叶晨,冷笑着说道,新来的,我跟你说一下,这间牢房的规矩。 叶晨没理他,静止走向自己的十六号床。 迪恩见叶晨没理他,顿时有些恼羞成怒,立刻冲上来,注注叶晨的衣领,握紧拳头,冲着叶晨笔划道。 小子,我他妈跟你说话呢,你他妈听不懂话吗? 叶晨皱了皱眉,冷声道,你的嘴巴真的臭,身上也臭,整个牢房都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道,看来这间牢房的卫生是要好好抓一抓了。 说着,叶晨将他的手推开,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床铺。 迪恩没想到,叶晨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,心里多少也有几分疑惑, 担心叶晨有点什么自己惹不起的背景,于是便踩在叶晨床上,冷声问道, 小子,你他妈胆子真不小,什么来头?抱一下吧。 你要是能说出点明目来,我可以给你个面子,但你要是说不出来,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 叶晨看着他脏兮兮的脚,在自己的床上留了个鞋印,冷冷道, 我没有什么来头,不过就是个被移民局抓到的非法移民,你不需要给我面子,我也不会给你面子。 现在你把你的脏脚给我拿开,再把脚印给我擦干净。 迪恩整个人瞬间一正,在这间牢房,谁不得对自己毕恭毕敬。 平日里,自己想打谁就打谁,想睡谁就睡谁。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,一个看起来弱不经风,细皮嫩肉的亚洲人,竟然敢在浑身肌肉的自己面前大放厥词。 其他人也没想到,叶晨这个新来的,竟然这么勇,敢这么跟牢房的老大说话,一个个都是又震惊又好奇, 想看看迪恩会怎么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 要知道,迪恩是标准的美式肌肉男,快头大,力量大,所以在监狱里这种拳头硬碰硬的地方,他的武力值相对也很高。 在这间牢房里,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。 而且,整个牢房不算夜晨一共15个人,其中七八个都是迪恩的小弟,剩下的对迪恩也是非常忌惮,根本不敢惹他。 此时,迪恩一脸恼怒地咬着牙道,小子,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来的是什么地方。 我告诉你,在这里,一切都是我迪恩说了算,我让你站着,你就不能坐着,我让你趴着,你就不能躺着。 我让你做什么,你就得做什么,我让你吃什么,你就得吃什么,我让你吞什么,你就得吞什么,否则的话,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 夜晨见他说话时,除了一脸的威胁,还带着十足的猥琐,面无表情地问他,你是同性恋? 迪恩将拳头握得咯咯只想,老子不是同性恋,但是在这里,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家伙,给老子服务。 夜晨点点头,想让我给你服务是吧? 具体都是什么服务,来跟我说说看。 迪恩宁笑一声,说道,说没什么意思,不如我带你去卫生间一点点交给你,让你直接食操一番。 哇哦,一众人纷纷喝起采来,有人甚至兴奋不已地说道,老大,天还没黑你,就要爽一把了,等你爽完能不能也让我爽爽? 迪恩哼笑道,让我先替大家验验货,等我爽完了,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进去爽个够。 说着,他黑下脸来,看着夜晨,冷冷道,哦,跟我去卫生间。 夜晨点点头,指着他踩在自己床上的脚,淡淡道,鞋印的账,一会再跟你算。 说吧,他整理了一下衣服,先一步朝着卫生间走去。 迪恩哼哼一笑,对周围看热闹的人说道,有性格,我喜欢,你们在外面等着,谁都不许偷看,不然的话,我把他脑袋拧下来。 众人一阵笑眯眯地连连点头,随后那迪恩便也朝着卫生间走了进去。 一进卫生间,他便关上了,门便等于,一脸迎笑地对夜晨说道,自从上次那小子自杀,有日子没遇到你这么细皮嫩肉的了。 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,在布鲁克林,我可以让你横着走,可你要是不听话,我会让你在这里的每一秒钟,都生不如死。 夜晨看着他,捂着鼻子质问,你他妈嘴巴怎么这么臭,听你说话,都他妈熏眼睛,平时不刷牙吗? 操! 迪恩见夜晨讥讽自己,立刻骂道,你他妈嫌老子嘴巴臭,我告诉你,老子其他地方更臭。 一会就塞到你嘴里,让你好好尝尝。 说吧,他伸手解开自己裤子上的继带,宁笑道,小子,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,教你怎么才能在布鲁克林监狱活下来。 上课?夜晨冷笑道,那不如我先给你上节课,上一节卫生课。 说吧,夜晨的右手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一把掐住他的脖子,大拇指用力按着他的喉结,几乎要将他的喉结捏碎。 迪恩没想到,瘦弱的夜晨竟然率先对自己发难,更没想到,夜晨看似一点肌肉都没有的手臂,竟然力大无穷。 被他掐住脖子,自己大脑仿佛都在瞬间缺氧,脖子剧痛,痛到身体使不上半点力气。 他是练了多年健身的,而且一直健身的方向都是力量,完全是朝着大力士的方向发展。 在他看来,自己的肢体力量,在整个布鲁克林监狱,也能排进前五,怎么会被一个瘦弱的亚洲男性碾压? 脖子剧痛的他,无论怎么挣扎,都无法让夜晨的手指松开,哪怕分吼。 整个人也完全喘不进半分空气,连很快就憋得乌青发子。 他想求饶,却根本说不出话,看向夜晨的眼神,从先前的轻蔑和猥琐,已经完全变成了深深的恐惧。 夜晨看着他惊恐无比的样子,冷笑道,说你嘴巴臭,你还不服气,一看就是从小就不爱刷牙,长大了更是又脏又懒。 我来教教你,像你这种臭嘴,应该怎么刷? 说吧,夜晨的左手拿过马桶边的马桶刷,右手捏开他的嘴,直接将那脏兮兮的马桶刷,静止塞进他的嘴里。 别看狄恩块头很大,一块胸肌都恨不得比成年人的脑袋还大上一圈,但这货的嘴巴,相比起来还真是不怎么大。 当那粗壮且不满坚硬毛刺的马桶刷,硬生生被夜晨塞进他嘴里的时候,他的两侧嘴角灯时便被撑开两条血淋淋的口子。 狄恩顿石腾的浑身发抖,但夜晨却丝毫没有怜悯,手上一用力,便将整个马桶刷的刷头全都塞进了狄恩的嘴里。 随后,他如刷马桶一般,用力地刷了几下,顿时便刷得狄恩满嘴不停地往外流血。 狄恩感觉整个口腔和嗓子都疼得要死,那坚硬的塑料刷毛已经把他嘴里刷出了无数道血淋淋的伤口。 他整个人几乎崩溃,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。 他想通过拼命的乌液来吸引门外的小弟们注意,让他们进来解救自己。 可是,卫生间的门已经被自己关上,自己嘴巴被马桶刷塞满。 喉咙被夜晨用手指死死掐着,就算拼了命的乌液,也不过如吃奶的小猫一般微弱,根本无法被外面的人听到。 求救无望的狄恩,只能艰难地将双手举到头顶,一脸悲惨地用眼神向夜晨祈求。 夜晨暂时停下手中动作,将马桶刷留在他的嘴里,冷笑着问他, 你刚才不是还要叫我怎么在布鲁克林生存的吗? 怎么现在反倒哭得像的娘吗? 对得起你这一身肌肉吗? 敌人说不出话,也顾不得夜晨的羞辱,更控制不住绝地的眼泪, 只能用更加卑微的眼神看向夜晨,希望夜晨能手下留情。 夜晨却对他没有半分同情,将那马桶刷又往深处捅了捅。 反问他,你刚才还说什么来着?要把什么东西塞到什么地方? 敌人吓得连连摇头,夜晨却继续说道,呦,不承认是吧? 好,你不是好耐口吗?不如我帮你把这马桶刷子到你后面,让你彻底爽得够。 敌人只感觉五雷轰顶,他见夜晨一脸肃杀冷酷,完全不像是在恐吓自己, 整个人吓得连连颤抖,生怕夜晨真的这么做。 于是他双膝一软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双手合十锯在头顶,不断用手势向夜晨求饶。 夜晨看着他恐惧至极的样子,好奇地问道, 怎么?你怕了? 敌人连连用力点头,将眼泪甩得到处都是。 夜晨手腕一拧,将马桶刷在他嘴里,又拧了一圈, 一股股鲜血掺杂着口水,接连不断地顺着他的两边嘴角往下流。 敌人的内心在此刻,已然彻底崩溃。 眼看敌人疼的每一根血管都在狂挑不止,内心也已经崩塌, 可夜晨并不准备放过他。 而是冷酷至极地说道, 你给我记住,只要我还看你不爽, 你害怕也没用,求饶也没用, 我会像你以前气凌弱小事一样, 随机的,即兴的,没理由地不断打击你, 不断摧残你,直到你彻底消亡。